第二是哈尔滨居士说 在春节与师父见面 说有个经过师父加持的咒语 包在黄布袋里 放在身上是预防瘟疫的 这个是问师父有其事 他不敢发给大家 有 确有其事 在问医的时候 对于什么人把咒放在小布袋 一定有人做 但是这个都是佛在经上讲的 在大藏经里面有 自己不会念的时候 把这个咒语放在黄布袋里面 我好像在记得经典的时候 最好是把这个符咒挂在门口 因为这个是由 好像是温神吧 加持 守护这个地方 这个经典上就有这个说法 这个经不长 我瘟疫的时候 萨死了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印了很多 但应该可以找得到 那么在一般瘟疫的时候都可以用 它里面 databases 它里头还是有修行的方法 那么最重要的 这是我常常讲的 心地亲近 你就不容易感受病毒 瘟疫是病毒 心地慈悲 能够化解病毒 这是永远不变的原则 所以心要亲近慈悲 这个是预防瘟疫 传播最好的方法